因為我吃的員工餐都是飯 也有蔬菜 比較小殼 那 我老公他今天訂一個 他說很好吃的燒辣便當 那我就想說 不能只有吃飯跟肉 那我就回來趕快先補菜 我也愛炸物 我也愛甜點 愛吃炸物甜甜要記得補菜 就挑選愛吃飯 真的 然後小孩今天露營 然後最後的時候我們吃員工餐 然後我吃了很多白飯 然後我回來也很累 沒辦法煮 所以呢我的老公就叫便當 那除了叫便當呢 其實還有最重要的一個是 要吃青菜 然後呢你知道 我就是很懶 我不想切 不想拌 我就只把青菜放一個盤子就這樣 那這樣怎麼吃呢 把醬倒進去這樣吃 可以沾它 直接要來出菜直播 其實因為那個剛剛在那邊 我覺得吃的 蠻好的我們的員工餐 就是 蔬菜燉飯 然後因為吃了很多 你知道我連切都不用切 因為這是水跟蔬菜有機 好新鮮喔 不是 我真的覺得大家體諒一下媽媽 她媽媽真的很辛苦 她因為很新鮮 我就直接吃了 不用炒 洗有洗過 然後我老公也忙一天 我也忙一天 搭得很累 然後你就叫便當 那我就先吃菜 因為我吃的員工餐都是飯 也有粗菜比較少喝 那 我老公他今天訂一個 他會很好吃的燒辣便當 那我就想說 我不能只有吃飯跟肉 那我就回來趕快先補菜 我也愛炸物 我也愛甜點 愛吃炸物甜甜 要記得補菜給小姐按讚 真的 好 我今天的吃播 算是有史以來最健康一次 其實就是想告訴 水跟蔬菜 想告訴很多家庭 如果你是子女 你有時候體諒一下媽媽 真的媽媽很累 大家能夠都放輕鬆 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躺平 謝謝大家 好了 我要去收菜了 今天的吃播到裡面告一個段落了 謝謝你們的收看 那我老公 我老裡就是那種 年小孩的這樣 你知道兩個老人家就 很像那種粉絲對巨星那種感覺 你知道就是不肯一刻 眼裡沒有他 好最傷心的就來了 他居然就跟他朋友這樣走在一起 然後出來看著我們就說 媽媽我可以回宿舍跟同學睡嗎 心睡一堆 心睡一地 真的是一地 所以你們要小心 以後你的心永遠準備睡一地 前年的耶誕節 我們去陪豆豆 才把他領出來第一天 這樣很開心的擁抱 第二天他就說 媽我想我同學 不可以跟我同學去玩嗎 然後我們就說 嗯 那我們就得在理他 因為LA那麼大 他說要到那個Stable Center 想說好吧 你聖誕節 那我老公 我老裡就是那種 年小孩的這樣 我老公就一直要看 我就說把我們剛剛找的地方坐下來 因為很冷 十二夜的美國 LA還是很冷 他就一直要看 然後所以我們就這樣繞著那個 這樣找 找他們到底在哪 因為很大 就是有一棵聖誕樹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溜冰 然後我們就買兩杯咖啡 我老公說算了 我們還是出去 我想看豆豆溜冰 你知道 兩個老人家就 很像那種粉絲對巨星那種感覺 你知道 就是不肯一刻 眼裡沒有他 所以我們買完咖啡又出去 然後就等等 就在那邊等 就這樣塑在角落 這樣發抖 欸欸欸 豆豆來了 然後又趕快 拿個手機在那邊拍拍 然後來囉 好 最傷心的就來囉 就這樣陪了他一個晚上溜冰 終於他這個小時溜完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要把他領回去睡覺了 他居然就跟他朋友這樣走在一起 然後出來看著我們就說 媽媽我可以回宿舍跟同學睡嗎 你知道我們又不想在 LA 在那麼多美國人的面前開罵 我心裡已經狂罵了 你知道嗎 我就這樣看他 我說 不太適合喔 因為爸爸媽媽已經從台灣 冒著疫情的風險 飛過來陪你了 他居然跟我說 蛤 不能跟他們回去睡 我心裡想說 要不然你就早講 我們就不用來看你 這樣 然後跟我們在一起 又魂不守舍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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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碎一堆 心碎一地真的是一地 然後跟我們回去 他又一副臉很臭 然後呢 跟我們在一起 我也知道他心不在焉 隔了半年 我才跟他說這件事說 逗你怎麼 對爸媽這麼殘忍喔 這也是我覺得他 從小到大 第一次這麼失禮 跟我講這種話 所以你們要小心喔 以後你的心 永遠準備碎一地 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